七棟鄉來有很多七棟書 其中一張已經有三百年列數的樓書 可以說是七棟鄉的頂鄉一報 尤其是這張由張緯緣會長 對台中青水平家賣點的時候是 288年的年輪 91年刷店的七棟增了 至今竹竹又多了13年來 這裡報整個樓書 最近稍後傳遞發現 它出現後不好的狀況 可能會有死命的危險 因為我每天就是在鄉外出出入 我都有習慣性 我頭看這張樓 結果我看到它是綠意盎然 所以我沒有感覺它有哪裡不對 是很感謝我們四棟村長 他跟我說這張四棟樓的情形 我聽到之後 我看一看 所以我們兩個快來看 經過館副專家 以及樓醫生會寫在後 發現樓除了比親愛的一位 被湯海也很嚴重 再來就是因為右小風 它很嚴重 所以都不會開火 也頂名已經有我們打開 這個部門就是要專業的素衣 來給我們整治 我們農業處這邊有給我們建議 是一個福田 福田基金會 因為對七棟鄉來說 這張樓書很有代表性的意義 所以村長要求鄉公司 一定要將他救給我 要找那麼大廠真的很困難 我們就有 我們就很豬有 有爬我們就要來醫 當然也要給他 更陌生 所有不是四棟樓的 不是四棟樓的 都把他給旁邊 你給旁邊 那些都要用掉 那些都要用掉 好不好 那些人趕快處理 趕快去 趕快去 目前香港所有的處理方式 是想要請求福田基金會 營養這張樓書 並且由專業的手衣心 進行治療 記者 環鳳坤 蔡宏博德